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多项式除法的第七 计算12x三方加7s平方减15s加3 除以4s平方加5s减1的三式跟鱼式 那这个题目我们一看就是它没有缺项 那没有缺项就不需要补项 那因此就是直接做 但是它很长 所以我们来做看看 我们来看被除4除以除4就是4s平方加5s减1 第一步估计商4s平方要乘以什么才会变12x平方 抱歉这是三方 好4s平方要乘以什么才会变12x三方 43才会12 那x平方乘以什么才会变三方 当然就是补为一个x给它就好 那乘过来 第二步乘开就是3412x乘以s平方 接着三方 再来3s乘下来 加上3515x平方 3乘以-1便减3x 接着上面减下面 7x平方减掉15x平方等于-8x平方 -15s减掉-3 所以就会变-12x 然后加3 照抄 接着呢 估计商4x平方乘以什么才会变-8x 那当然就是乘以-2 负正得负24得8x平方照抄 负2乘以这个负正得负2510减掉10x 然后负2乘以他负负得正212 所以上面减下面这里就抵消了 那负12x减掉负10x负负得正 便负12x加10x 所以就是负2x 3减掉正2负正得负 就变3减2 所以剩下加1 那这一题我们就知道 商是3x减1 于是是负2x加1 那这样我们就做 那另外发现步骤也是一样 估计商展开然后相减 估计商展开然后相减 所以做法上都是一样 只是他比较多项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看第八题 8x三方加上5s平方减3 然后除以s平方减1的商势跟义势 那这个一看就有缺项 所以我们先补下 这里就会变8x三方 加上5s平方 加上补一个0x 然后减3 然后减3 除以 连除4都缺项 所以s平方造超 要加上0x减1 所以这个也缺项 这个也缺项 而且都缺x项 好 再来补完项以后我们就要估计商啦 x平方乘以 什么 才会变成8x三方 当然乘以8x嘛 1乘以8才会8 x平方乘以s才会变成三方 乘下来这就变8x三方 然后8乘以0 所以就变成加上0x平方 然后8乘以-1 就是减8x 好 上面减下面这里就抵消了 5x平方减掉0x平方 还是5x平方 那0x平方减掉-8x呢 负负得正 所以会变加8x 接着把减3拉下来 然后我们要估计商啦 x平方乘以什么才会变5x平方 当然就是加5 乘下来就会变成5s平方 然后5乘以0 变加0x 正负得负515 所以就会变成8s 减掉0s 剩下8x 然后减3减掉负5 负负得正变减3加5 那就等于正2 所以商市 就是8x加5 于是就是8x加2 那这一题我们就做了 那你会发现做法上都是一样 那这一题是他的被除事跟除事都必须要补项 那就是多项式除法的做法 它是一个程序 那同学们如果看不懂那没有关系 你多看几次多做几道题目 没有什么秘诀 就是熟练 你就可以算得很快了 我可以看不懂 这个选择